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8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研发出新冠口服药的默克公司 与中国国药集团达成了一项协议 令国药集团可以在中国 进口和销售默克的新冠口服药物 莫纳比拉韦 这表明中国正在考虑 采购更多的来自海外的 进口新冠药物 此前中国已经批准 使用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口服药 根据默克与国药旗下的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的一份声明 默克和国药集团还在评估一项 技术转让的可能性 该技术转让将使得 莫纳比拉韦可以在中国生产 发行和商业化 但是莫纳比拉韦目前尚未获得 中国药监局的使用许可 目前为止 中国一共有两款新冠口服药 国药获得了批准 一个是辉瑞生产的Paxilovate 并且是中国唯一使用的 进口新冠药物 另外一个则是中国大陆的制药商 河南真实生物科9000公司 所研发的阿兹富丁片 虽然默克与国药达成了协议 但是在中国是否会被广泛使用 还存在疑问 此前辉瑞的新冠疫苗 早就与上海复兴药集团达成协议 但是始终未在大陆地区获得使用 根据国药控股的声明 一旦他们获得默克公司的技术转让 就将会生产和供应莫纳比拉韦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北西管道的突然泄漏 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 再度引发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口水战 互相指责对方才是幕后黑手 俄罗斯外交部周三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有义务回答 美国是不是北西管道泄漏的幕后黑手 俄罗斯外交部周三在社交媒体上提出这一质疑 并且说拜登曾经在2022年2月7日说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北西管道就会完蛋 视频画面显示 拜登说如果俄罗斯的坦克越过乌克兰边境 我们就将结束北西2号管道 借助这一视频 俄罗斯外交部说 拜登有义务回答 美国是否执行了这一威胁 瑞典监测站本周一 在北西1号和2号天然气管道 发生泄漏的同一水域 探测到两次强烈的水下爆炸 丹麦能源署补充说 天然气管道出现泄漏是极其罕见的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雷尔表示 现有的信息均表明 北西管道泄漏是蓄意行为所致 周三早些时候 克里姆林公表示 指责莫斯科是天然气泄漏的幕后黑种 是愚蠢和荒谬的 并且指出这一事件 将使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 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德国媒体则为美国证明清白 德国明镜周刊周二 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德国政府早在夏季 就接到美国中情局的相关情报 在北西天然气管道 泄漏事件发生之前 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通报德国 位于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 可能会被袭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 北西天然气管道泄漏 显然是蓄意破坏造成的 他警告 如果欧洲关键能源的基础设施 遭到攻击 欧盟必将采取最强力的还击 目前北西一号和二号管道的泄漏 尚不会对欧盟的能源供应造成影响 因为这些管道尚未投入使用 但是他们引发了对欧洲大陆能源系统安全的担忧 近几个月来 俄罗斯已经限制了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警告说 欧洲的关键基础设施现在成为了一个目标 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在最近几周下跌之后 周三再度上涨7% 德国海军目前被部署来协助调查这一事件 而在俄罗斯内部 俄罗斯政府的信息门户网站 9月28号周三宣布 俄罗斯政府将不再向那些被动员参军的人士发放护照 以此阻止他们离开俄罗斯 目前已经有数以万计的俄罗斯男子逃往了国外 俄罗斯政府的信息门户网站说 如果公民已经被征召服兵役 或是收到征兵的船票 其对国际护照的申请将会被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 当局将向公民发出通知 解释其护照申请被拒绝的原因和拒绝的有效期 俄罗斯公民需要一本国际护照 才能到大多数国家旅行 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 俄罗斯人剩下的选择是可以凭借身份证 去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在宣布限制发放护照的同时 许多俄罗斯人还担心俄罗斯当局会关闭边境 自从上周普京启动部分动员令以来 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已经前往邻国 包括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和蒙古 出逃的人数如此之多 以至于俄罗斯安全部门周二 在与格鲁吉亚的边境设立了一个流动动员办公室 以拦截那些试图逃离真兵的人 而总统普京曾经保证第一批的真兵只有有军事经验 或者与军队相关技能的人才会被动员参军 但是还是引发了社会紧张 事实上有很多医护人员也被征召 观察家怀疑当局动员的人数远比他们所说的要多 在欧洲 英国的央行英格兰银行周三采取了一项紧急行动 启动了650亿英镑的债券购买计划 旨在遏制英国不断升级的国债危机 央行称英国政府债券市场的剧烈波动 将给英国金融稳定带来重大风险 这一动荡是由英国政府最新的大规模减税计划所造成的 英国央行承诺在接下来的13个工作日内 将以每天高达50亿英镑的速度购买长期债券 以此阻止国债下跌 消息公布后 英国政府债券市场大幅回升 但是英镑对美元在周三下午的交易中 仍然下跌0.8%至1比1.064美元 英国央行表示 其行动旨在恢复市场秩序 央行将从9月28号起购买长期英国政府债券 他补充说 财政部将会承担一切损失 财政部则表示 财政大臣支持英国央行的独立性 政府将继续与央行密切合作 支持其金融稳定和通胀目标 英国政府债券的暴跌 令英国养老金计划面临巨大压力 英国养老金是由股票 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等组成 政府债券价值的大幅缩水 使得养老金基金竞相出售资产以补充抵押品 而这又造成了债券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 养老基金的内部人士表示 英国新政府似乎不知道或者没有做足够的研究 来了解财政政策对英国养老金的影响 这些事态的发展将会影响到很多人 除了债券之外 英国的股市也大跌 其资产抛售的规模和速度已经震动了全球市场 引发了对危机蔓延的担忧 随着英国国债收益率 在两天内飙升100个基点至多年高位 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德国国债也被拖累走高 市场分析是表示 虽然美国是一个被广泛隔离的经济体 比较能够抵抗全球压力的影响 但是美国并不能完全不受欧洲 中国和英国等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公开批评英国的新经济政策 指出特拉斯政府无节制的一揽子减税计划 恐怕将加剧不平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 英国必须修正无资金准备的减税措施 确保财政政策不与货币政策相互抵触是很重要的 更何况英国的措施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现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人指出 英国财政部长科沃腾应该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税务措施 并且重新评估目前公布的减税措施 尤其是那些有利于高收入人群的措施 英国9月23号出台50年来最激进的减税方案 包括取消仅适用于高收入人群的最高所得税税率 并且降低收入所得税和房产印花税 英国新财政部长科沃腾对此解释说 英国需要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 才能刺激经济的增长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